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米不順邪 又是見到租祖師傅的時候 登登登登登登登 這次租祖師傅會跟我們分享 為何他會找到我們呢? 其實那個故事是很神奇的 我平時很少看Youtube 有一天我開車 開車就不知為何彈出你的案件 我就點進去 哇,有些鬼故聽一下我 聽到什麼故事 我就開始點了 聽聽聽聽聽 其實是由師傅個案開始聽起 你第一個聽的故事是什麼? 好像是拜四角那個 拜四角 你好像那個點擊量挺高 那我就聽了 七死六傷 不是 六死只剩下一個人 是的 那個故事 那時候我說 挺有趣的 這些故事 好像有一點共同之處 有一點好奇心 那我就繼續聽 其實我是聽到你大概四十幾集的時候 即是你可能錄到一年半左右的我拍 那我就想著 開始想找你了 就想過來和 看看我什麼了 看看你什麼了 看看有沒有一個機緣 可以過來和你們的師傅交流一下 那為什麼會想交流呢 就是 首先在聽聽所有的故事當中 我就覺得 有一件事我十分之認同 就是 無論你是處理什麼事都好 首先你一定要搞明這件事情的因由是什麼 而不是說你默默言 嘩 我覺得 嘩 我覺得 這個是街坊 那什麼 他不可以搞人 就是 不可以留在洋間的人 不可以搞笑 立即收你 然後殺你 打到輪飛發生 是的 那這些其實我是很不認同的 因為佛教都說 眾生平等 那為什麼他是街坊 你過來搞一個生人 那你去殺他 那你變成不平等 就是你也作業的 你殺了他 你打到輪飛發生 那師傅作業 那師傅又作業 那又搞不明白那件事情是什麼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 那師傅和街坊沒有交流 對 那你又去干涉別人的因果 那為什麼呢 那這件事其實我是不認同的 但是我看回你所有的故事 那裡面有一件事就是 無論做什麼都一定是以慈悲為先 你這個慈悲心 不單止是對這個生人 你同時也是對街坊 或者是對所有的精涯 妖幻這些 因為所有的事情發生 一定是有個故事 有個恩由在那裡 無論你是跟街坊談也好 你是跟生人談也好 你都是為了讓他們明白一些道理 那這件事其實就是很觸動到我的 那也是我為什麼想千里條條 大佬柳西蘭 坐了十多小時的飛機過來 我覺得很大面子 受寵若驚 你那時候發電郵給我 你有沒有想過我會回覆你 我不知道 我打算發個訊息給你 看看你不回覆 我打算你不回覆 那我就看看有什麼渠道 我再找到你了 那你來之前 其實來之前 我告訴大家 Jojo師傅沒有說到他自己是師傅 他過來 不知道他是鐵館的 但是呢 來到的時候 跟師傅交流 其實你本身有什麼期望 過來 還是隨便到我們旅行 看看你什麼環境 其實我是有一點期待的 那個期待是為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由心來講 我是想找到同道中人 為什麼我們知道同道中人呢 就是以我的經驗來說 其實你很多事情要做的 你很多個案要去處理 你很多人有很多個問題 你要去解答 其實很多人都是一個 我們叫做 不知道怎樣去面對生活 或者不知道怎樣去面對一些事件 這種狀態 這個時候 其實對我自己來說 找到一個同道中人 去交流自己 彼此的經驗 如果你遇到這些人 你又怎樣去開導他呢 你怎樣去開導他呢 如果遇到這些想法的街坊 你又怎樣去導化他呢 是不是就是這種呢 因為其實目的很簡單 就是怎樣可以把自己的那種責任去做好 把自己的工作去做好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以我的經驗來說 每一個人來 其實他們都是很無助的 慌的 慌的 是慌的 還有呢 他們可能有時候 扣了很多師傅 都是找不到那個答案 甚至有些時候 是搞到成頭 一鑊足 一鑊足 已經是搞了整盤 已經是亂了 彈才找來 就是比之前還壞 他本身壞的時候 是 壞上加壞的時候 是 這個時候其實就是很考一個師傅的經驗 和智慧 你搞得好就好 搞不好就不好 就好像一個 開刀師傅 有時候說 他都已經是癌症 可能很差的了 你怎樣去落這把刀 這一點就很重要 我當然 那時候我也是抱著一個學習交流的心態 回來 亦都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同道中人去一齊進步 去一齊去精進 這樣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更加好 你有沒有看過其他講這些事情的頻道 有 說真的有的 但裡面是有我一些不是很認同的地方 所以其實你的頻道裡面說回師傅所有的事情 完全就覺得 嘩 傻到仙卡尼了 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定 無論怎樣 無論工作有多忙 我都一定要回來做一次交流 對上一次 周祖師傅來的時候 我都未來得及跟他做訪問 因為他逗留的時間很短 因為他是 我記得是平安夜 平安夜 平安夜的下午 平安夜的下午 就很平安地過來 然後跟師傅簡單見面 交流了一下 但是這次你又回來 是 這次回來其實都是好像 我自己說的 好像天安排一樣 因為我本身是有一些case 在上海要處理 有些case 在深圳要處理 那我就覺得 順道 不如再回來 可以再多些時間 深入交流 深入交流 這期間其實都有跟師傅說 出去看看一些case 見一下一些客人 當然我自己在當中 也是學到很多東西 你跟自己在做的東西 認知有沒有不同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是等於學術派 文科生 因為學到很多知識的東西 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又察覺到 有時候 當你是一個知識 那些系統的下方 你的思維 有時候可能就 框框著 所以是要通過看不同的東西 跳出這個框框 這樣才可以做到更多的東西 我就覺得 這個是我今次交流 和體驗下來 我覺得我受益得最多的一個地方 但是你這次和師傅 也有出去看一些case 有的 聽完之後 你會覺得 我也有遇過這些客人 我也有遇過這些善信 但是我當時的處理方法 和師傅不同 但是這就是你所說的 大家的經驗之間的交流 是有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我們有看過一個風水 有看到這間風水屋 以前是找過其他師傅去做的 因為我是學術派 所謂的 他擺的東西 我就在想 這是根據一個什麼知識的角度 為什麼會擺這個陣 為什麼會擺這個陣 這個方位 為什麼呢 是的 究竟那個理論 是在哪裡呢 我發覺 其實我自己的經驗 就真的有少少亂來的 這件事 其實是跟師傅去看的時候 我們就察覺到 哇 你這樣擺 你不壞 都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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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擺了很多 那些銅錢 很重討的東西 在那個屋頂 壓住個人 蛤? 放銅錢在屋頂? 是的 而且是封了所有的屋 每一個角都有九個銅錢 然後又在那些 那些什麼 那些叫金元寶 但它又不是金元寶 它是那些土製的元寶 旁邊又擺一個水 我們正如說 你把你的錢丟在水裡 你都沒有 但不是那些人說什麼 是水為財 是的 但是水為財是關鍵於 你怎樣去用到這個水 怎樣去納到這個水 而不是說你放一缸水在你家裡 你就可以有錢的 所以這些東西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去做呢?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師傅交流 我學到的東西就是 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運用到這間屋裡 它本身原有的東西 去直接提升它的氣象 哦 即是不用特地買一塊 這塊那塊那塊那塊 它本身家裡的東西 這個可以用 那個可以用 是 就這樣重新擺一個陣 是的 其實你不用特別擺很多東西 因為有很多東西 你只要是用得對 它會瞬間 它就會有那個氣場 因為我之前聽師傅說過 風水是由人去帶動的 沒錯 而不是說你擺那個東西 譬如我現在這個位置 擺了一個電話 這個電話就會自己運作 不是這樣的 而是你這個電話 只不過是 你不要讓那個電話牽著你的鼻子 電話是死物 你的人才是生的 整間屋的這個氣場的流動 但是跟著你自己的命格 怎樣去運行這東西 才是那個重點 沒錯 同時以我的經驗來說 就算兩間屋 你擺了同樣 所謂適合那個人的 很厲害的風水也好 出來的結果 都有可能會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每一個人 他的福德 他的魂勢 是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那個師傅 就是有回到一段時間 他會知道的 他會查到的 沒錯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個人去判斷 究竟這個師傅 是不是一個合適的師傅 的一個標準 其實如果是這樣 我作為一個 當我是一個善信 我來看風水 你不要說勁 就是有差不多的 智力的師傅 他會知道 那些福德 剛才說的福德 那些東西 幾多幾多 應該怎樣擺 但是我作為一個普通善信 我不會知道你說得對還是不對 我怎樣去判斷 你說的就是真的 那我沒有對比的 那可能 譬如師傅A 跟我說這個 你這樣就要擺這些 師傅B 又說一套 那我不懂得分 我怎樣分呢 我覺得 去問一個師傅問題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考驗師傅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這個師傅 他是不是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明明白白地 告訴你為什麼 譬如說 譬如說 他知道你今天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遭遇 又或者是 這間屋 我為什麼要這樣去做 才可以解決到你的問題 或者是我有什麼方法 是可以幫你解決到這個問題 去問問題 就是一個考驗師傅最好的方法 其實我就要打爛沙盆 問到讀 師傅說這裡擺銅錢 為什麼要擺銅錢 這裡擺盆水 為什麼要擺盆水 銅錢和水有沒有關係 或者是我的命 是要配搭什麼 擺什麼才有用 意思就是 如果師傅可以很自然地 很清晰地 把所有東西解釋得清清楚楚 這個是我們作為普通人 一個分辨的門檻 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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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擇去信這個師傅 或者去想想 這個就是你個人的做法 你當下有緣遇到一個 真的幫到你的師傅 還是遇到一個 那些 這個都是一個雲仔 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 假如是你有得救的 一定是你會遇到一個好的師傅去幫你 你的福墳是去到那個位置的 嗯 但是我們 譬如像我們師傅之前有些個案 他可能都經歷過 找到害怕 覺得不行了 我再 我也不知道信不信 甚至乎來到我們師傅的地方 的時候 他也是覺得 半信半疑 或者是 覺得是 所有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 我都不知道你講的真是假的 你說你解釋到 那 已經是可能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挫折 在這個尋師傅之路 那些很挫折的位置來到的時候 那個是叫做 你要受了那些挫折 才會有這個機緣 讓你遇到一個對的 那些前面你要跌的 就是 整定你要跌的了 你的信念夠不夠堅定 堅持到去 你自己找到一個 適合你的師傅的位置 是 可以 因為上天一定是慈悲的 但他有時候 他給你那樣東西 他就會考驗你 熬不熬得住 你可不可以定得住去到那個位置 還有你堅不堅持 堅不堅持 還有你的善心夠不夠 你有沒有反省過 上天是什麼都看得到 因為我們師傅經常教我們 試出必有因 很多時候的因果 我們說有因就必有果 我們的slogan都是這樣 不信且萬事有因果 所以 有些觀眾會說 小師妹說這些 其實都 說來說去 就是說 緣份 因果 做善事 福德 儲福德 這些事情 說來講去 其實都是要儲這些事情 那就是 其實你如果做齊這幾樣東西的話 你也是誠心堅持做這幾樣東西的話 你不會推得去哪裏 老實說 如果你中了善因 就自然有善果 但是最近有個朋友 他就說 如果我現在改好了 我改好了 重量了 或者我已經認知了自己以前這樣做不對了 我現在改好了 為什麼 都是要有些不好的果要我承受呢 我又分享一下給周祖師傅聽 一個人十年前 你殺了人 今天抓到你了 你是不是不用坐牢 這就是那個道理 如果在某一個位置 你之前種下的惡因 果要來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你這一刻 你行善 我去做多些好事 我就可以抵消這件事 是不行的 只是大家 你這樣說 小師妹 你都說了 NO 大家要記住 我經常說的 我現在這一刻 開始做善事 之後的全部都是善果 沒有理由 一個人總會犯過一兩次錯誤 那些果就一定要受 不可以抵消 只是你後面下來的東西 你面對的都是好些 稍為好些的東西 但是你受到之前 你犯錯誤的一些叫做懲罰 那都沒有辦法的 都要頂的 是不是 佛指是我們說 我又知道這一刻 開始我不再種這些惡因 那我後面 全部都是善果 是不是 可以嗎 可以 我覺得很好 突然間 我做了主導 我們要先讓祖祖師傅說一下 祖祖師傅 你有沒有什麼 跟我們的觀眾 可以告解一下 我們現在看影片的觀眾 因為他們經常聽我說 你可以聽聽一些專業人士說 他們的角度又是怎樣 我這邊有一個案子可以分享出來 我以前遇過一個案子 是一對夫妻 我老婆在家裡 就經常說老公不行 哪方面不行 就是說 做事 做事不行 賺錢不行 你什麼事都要我幫你收拾 其實老公是很勤力的 老公一早就出去咖啡廳做 馬哈又去餐廳做 因為他們自己的生意 剛剛開始 那頭一兩年 都是放了風水 是OK的 其由其在 到了第三年的時候 風水就好像忽然之間不得了 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否師父不行 我們就忽略了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家魂一定會由人心而起 那個家魂當中最關鍵的兩個人是誰 就是那個夫妻 那你想一下老婆 本身家裡好地地 大家可以賺到一些錢 每天都說那個先生不行 經常吵架 不是經常都說他 本身那個先生 就開始吵著頭 聽老婆說 不想和他吵 說一說一說 先生就頂不順了 就開始反駁 兩個人就開始吵架 吵架 吵架到家 吵屋幣 兩個人是不見面的 風水都是講磁場 嗯 一個這樣的一個環境 一個這樣的能量 在你家裡 你擺什麼 又怎麼會有用呢 嗯 好像那些水晶 你給它什麼 它就是吸什麼 嗯 為什麼你的水晶 可以通過一個 給你吸太陽 那些 那些 吸月光的 吸月光的 它有特殊的那種能量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所以後來他們的家裡 就算是一敗土地 賺多少錢都要賠回去 其實就是這個口業 造成的這個果 而這個果 不是說 我現在我幫你 啊 再重新擺什麼風水 就可以改變的 因為人心不變 再好的風水 都做不到你 嗯 其實它自己炒我自己 對 自己炒我自己 所以我有時候 我都會跟 我那些 所謂的客人 善信講 你不要向外求 嗯 你假如你自己的心 你沒有 察覺 你沒有反省 你沒有調整 拜什麼都沒有用 你剛才不要擺 你想明白你才去擺 嗯 你日日上香拜佛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很多人 經常都覺得 我去佛堂 我很誠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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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這個 我真的拆這支香 我很認真的 嗯 角度我都拿著 角度都拿著的 我每天都去種荊 我家裡種很多荊 為什麼我還不行的 就是因為你的心 很多事情 你都未想明白 那你又怎麼可以呢 嗯 是吧 就好像 上天要給你一件事 你都要頂得順 你都去到那個位 你都未到那個位 那給你 你又怎麼受得住呢 嗯 其實這一個 就是原學 最緊要 最關鍵 要告訴別人 有些人覺得 我命盆 我拿去算一下命 我未來發生什麼事 什麼叫催急避兇 這些事情 或者風水 我拿去坐下我的屋運 坐下我的人運 這些都是外表的事情 嗯 其實原學拿來就是幫助一個人 或者幫助眾生也好 如何去明白那個道理 如果不是 我相信原學這件事 它是沒有存在價值的 嗯 很好啊 我覺得說得 好過我很多啊 哈哈 但是我周曹師傅 每次回來香港的時候 都要跟我做訪問 跟我們觀眾交流一下 OK的 我們今集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集 還有周曹師傅 跟我們分享 他處理的個案子 下一集見 拜拜 拜拜